大哥,有人闯进了齐山 什么人 两男一女,还拎了个箱子 两男一女,拎个箱子 对,不管是谁 先把人拿下,带上山再说 是 齐杰三做梦都想不到 这个女人带着俩个小卡拉 就感应床土匪山 就算被小弟用枪指着 他也丝毫不带慌的 你们是不是齐杰三的人 混账 我大哥的名字是你随便喊的吗 小弟见小卡拉拔枪动作 瞬间更加的紧张 可女人根本没有废话 直言先见到齐杰三再说 于是双手插都就跟着去了 大堂之上 土匪们一个个凶神恶煞 尤其上面那个光头一看就不是擅长 可这女人好像找死一般 上来就把他们骂了个遍 乌鸦洞 齐杰三 催二道 卖带你所谓的狗屁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当场就怒了 在我家里骂我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要女人有种再说一遍 其量女人反手就向他们借了一把刀 小心划开箱里一张纸后 便绣了一把她的刀法 谢了 女人拿出一张委任状 乃是局长毛仁凤亲自牵罚 而她白冰冰也成了特别勤务组组长 既然后台这么大 齐杰三立马就白酒招待 四大金刚也马上拍起了马屁 但不露两下子也难以扶重 白冰冰当场就伸长了脖子 把一坛子二锅头干了 都在酒里了 白组长 好酒量 谁知正在乌鸦洞推杯幻展之际 隔壁山头的二郎山 却遭遇了独立团的夜袭 团长杨振武一马当先 正欲剿匪已见弃功 哪只冲到大厅一看 整座土匪山头 竟连个小卡拉都找不着 此时夜标夜报两兄弟 正在山下刷抖音 哥 你算了个真准啊 我算是服了你了 哼 共军连夜攻打二郎山 就是想出其不意 一下子吃掉 哼 他们想的也太简单了 而独立团的雷啸天 此时也在感叹 真没想到啊 这夜市兄弟 跟咱们唱了一个空城记 什么空城记 我们独立团又不是四满一